孩子心中想要的 究竟是食物 還是媽媽的溫暖呢 買什麼會吧 第二本 上屍小孩 還有第四本 手 琵琶魚 講的都是母親和孩子的關係 上屍小孩裡面的媽媽很愛自己的小孩 甚至願意為了自己的小孩 而付出和犧牲自己的四肢 讓小孩裹腹 就在媽媽自己想要把自己的身軀 也獻給孩子的時候 孩子緊緊的抱著媽媽說 媽媽真的好溫暖喔 就是這一本 讓我流下了眼淚 她的最後一面的那一句話 讓我覺得又難受 又受到啟發 她說 孩子心中想要的 究竟是食物 還是媽媽的溫暖呢 對我來說 這本會本裡面講的食物 是父母每天拼命工作 為孩子換來的物質享受 也是父母打著為孩子好 而拼命賺錢讓他們去上的才一般 所以我說 這本對大人而言 真的是很好的繪本 那手琵琶魚這本呢 講的是一個將孩子照顧得無微不至的媽媽 有一天竟然發現孩子什麼都不會 一怒之下 把他丟向遙遠的大海中 孩子大哭著問 媽媽媽媽媽 我做錯了什麼 請帶我回去 請帶我回去 作者說 造成孩子什麼都不會的 是自私的媽媽呀 這兩本都很沉重 坦白說 我的孩子都還很小 我不會讓孩子讀這兩本 但是作為媽媽的我 一定會收藏 因為這兩本 像是當頭棒喝的提醒著身為媽媽的我 不要自私的用自己以為是對的方式去愛孩子 不要剝奪孩子學習獨立的權利 也希望自己能一直記得 孩子需要的不是食物而是愛 在給予他食物之前 先餵養他足夠的愛